製作表单的部分 我想製作表单也已经做了蛮多了 所以我快速的再讲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就新增 插入一个表单 表单之后的话 那里面的话在这个按钮上面 这个按钮名称我们改叫B01好了 就这个名称 B01 然后你在这个B01点两下 把刚刚的程式抠过来 放过来就可以 那不过就是说因为我这边有个下拉选单 下拉选单就是 当我启动的时候 所以这边有个user form user form这个我把也把它改成叫home 这个名称叫home 然后上面的名称叫班移工作标 那当user form什么initialize 或者是另外有个事件叫activate 前面各位可以参照一下 两个事件其实都可以 你放在哪一个事件 其实这个是初始化 初始化之后呢 第二个activate是活动 好像会先初始化再活动 那你把这个CB CB指的是指的是这个 这个是combo bus 放进来它的at item 那一个由大到小 一个由小到大 里面就有两个选项 那我们程式部分 就把刚刚的程式再增加什么 增加一个判断 如果什么呢 CB.test由大到小 then就执行什么 其实由大到小就是执行刚刚的 这个这个由大到小这一段程式 else 那其实只有不是第一种就第二种 else就是由小到大 就是什么执行刚刚的这一段程式 就把它放过来 然后就可以 那乱玩之后 如果你这个部分OK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再来增加个启动表 这个我想也很简单 前面我们讲过 你可以插入一个按钮 你必须要先写一个程式 程式部分就是前面写蛮多的嘛 在这边写一个什么 启动插入一个程序叫启动表单 home.show 那因为我们这边有个表单 就是这个home 我刚刚我讲的一个 名称叫做home 就把它启动起来 启动起来之后的话呢 这边我由大到小按确定 自动由大到小 由小到大按确定 就由小到大 OK那这个部分比较简单 我想各位试试看 把画面修还给各位一下 我们下边وا 一边 就是这边边了 我们下边的 影音召集了 我费容 看起来